來喔,跟阿熊來逛日本的Costco 就是在橫濱郊區神奈川縣,Costco的座間倉庫 我們來這邊看看,這裡跟台灣的Costco,什麼不一樣吧 剛好要找一個竹水湖,這邊看到一個玻璃的耶,哇還不錯喔 三千塊錢 那很便宜喔 七八百塊錢 日本蘇麗園,可以是蘇麗園嗎? Channel Channel 可是後來看看,發現產地不是日本 他想逛Costco 對啊 現在有賣iWatch喔,我們過去看看吧 iWatch 8 最新一代喔 跟台灣的家庭有什麼不一樣呢 還有新的iPad 這個才4萬1 城市上面跟台灣的城市蠻像的 就是,你還是可以在 現場可以稍微做一點操作,然後體驗像這樣子 8504萬1 喔,今天的目標物到了喔 看到今天的目標物囉 這次其實阿雄主要就是要來看看有沒有 適合的行李箱 因為我們有一個小箱子要 好太料了 這邊有看到一整組的大箱加小箱 還不到2萬塊日幣耶 比較看看,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黑的 嗯,黑的還行 嗯,黑的還行 這個可以用到桌面 那裡面會不會空間不散 看完行李箱來看看零食區 哇,這邊很多堅果喔 欸,好像沒有賣這個耶 好,沙丁魚 來看看 藥品區啊 這邊的藥品陳列的跟台灣的就不太一樣 比較像是日本的藥妝店的品項 而且價錢沒有很高耶 其實如果這個品項剛剛好適合用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買還不錯 不會差太多 這個是大家最喜歡買的那個 荷麗他命 這個有一些品項台灣也有 四千來吧 當地Local的一些藥品其實在這邊陳列也蠻多的 有一些很特別的 像這些好像是中藥的製劑 跟富方的一些湯 這個在台灣就沒有看到過 在Costco裡面還放我們很多的 中藥的富方湯 最多的還是幾通藥跟感冒藥 這是什麼電動割草機 不是汽油的 電動的 特別喔 哇 最令人興奮的試吃區來了 來Costco怎麼可以不試吃呢 這個是達克香吉士 本來以為會有點酸 超甜的 跟我們平常吃到那種小克香吉士不太一樣 草莓蛋糕 好久喔 熟食區 夏天其實跟台灣的差不多 他們的品像有一些 不一樣 有一些特別的 食材跟組合 這看起來不錯 哇這個厲害了 壽司派對 很壯觀喔 這邊有很多的 壽司捲 哇 這是我的烤雞 還睡不到800塊日幣耶 一百八十塊耶 這樣才一百五一百六耶 超便宜的 肉瓶 看看就好 沒有廚房 補不了 好啦逛完要結帳囉 結帳區的配置跟台灣的差不了很多 重點是台灣的卡真的在這邊可以用 好 隨便買買又一車 重點就是買了這個大箱加小箱 日本的Costco還不錯喔 如果到日本來的話 也可以拿著你的Costco會員卡 到日本的Costco來看看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熊 我們已經回到台灣來囉 整理一下我們在日本買的東西 這些是我們在Costco買的三立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Costco的東西還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他們等於要裝一些小東西 都會用這個紙袋裝起來 好那也是一樣 他會在 畢竟在 賣藥的那邊 就先結完 才可以出去跟台灣的洞洞 是一樣的 他們用這個紙袋還蠻特別的 台灣都是直接滾一圈這樣 裡面就有 看就知道是他們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小朋友的痘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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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有 軟飾以及眼鏡的 妝酌液 妝酌液跟 平常在 保養的時候 的點 點的藥 可是也蠻好用的 所以 一般的藥妝品也有 不過在那邊買的 稍微比較便宜一點點 然後 這一次還買了 這個大小箱 在回來的旅程當中 就是他們這樣 蠻大的功用 因為我們 過來 其實買的有點 有點多 然後加上我們自己的行李 這兩個箱子蠻好用的 然後它是套組 這樣套起來也是 不到兩萬塊的紙幣 可是還蠻划算 就是有點 開起來還蠻好的 而且它這個 表面的這種 花紋處理 這樣子回來的花紋 並沒有太多 可能一兩個位置 還不錯 實際上使用都還蠻好用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 這邊還有不一樣的 這個 這個是家裡的常備藥 然後就是 退燒藥 那個 Evuprofen 這個還蠻有用的 退燒 然後止痛 這個是 這個是 綜合感冒藥 這裡是 放在家裡 當備藥 如果有 身體不舒服的話 這個 都還不錯 這個在 Costco買其實也 還蠻划算的 這個是最划算的 這個是 硬式眼鏡 眼鏡的保養衣 家裡有 你有帶硬式眼鏡的 或者是有 小朋友帶塑型片的 都會用到這個東西 這個在台灣還蠻貴的 用包裝 才2300多的日幣 其實 算起來 跟台灣價錢還差蠻多的 這個是蠻划算的 而且 可以用蠻久的 好 這個 不錯喔 推薦 然後再來是這邊 這個是我們在那邊看到 很多的日本人 每一個人 人手 人手一盒 我們就 有點好奇啦 好像 買了一個 已經 吃掉 好幾個了 已經有16個 剩大概一半 這個是 這是年輪蛋糕 好 然後 開給大家看一下 哇 香喔 哇 從鏡頭聞不到味道 可是可以看一下 那它因為都是 一個一個分開的 然後保存期間 都可以到五年底 所以其實也還不錯 不過看起來他們是 沒有辦法存貨到年底 應該最近就會被我們吃光光 一塊來吃 哇 好香喔 它其實口感很綿密喔 然後 蜂蜜跟 那個 蛋糕的味道 很 很清楚 所以 吃起來 還蠻好吃的喔 怪不得在那邊大家會 人手一盒 我們有毒蒜喔 這個好吃 很好的 如果有看到的話 可以戴一下 就這樣 不錯 那個 鳳梨自用兩香油 這個 也是 買的小鈴嘴 煙燻的氣質條 這個蠻適合放在車上 然後當作三倍尊量 那個 阿翔就把它放在車子上面 然後如果 開車有點 開得有點厭世的時候 就可以拿來吃 好 開一個給大家看看 好 本來是八包裝 一個大袋子裝 這個也是 很多蝦皮上面賣的 日本Costco 是像這樣 其實跟它 上面的 還蠻像的 好 那是 起司條 煙燻的味道很臭 好吃啊 日本的這種 乳製品 實在是 便宜又好吃 看一下 所以當地很多人都是人手一大包 嗯 這個 在那邊的時候看起來人氣都很好 大家都 籃子裡面都有放 所以就 想多試試看 不過要小心 不要一直吃太多 很容易就吃過頭了 啊 好吃 因為這次到 那個 Costco 其實抱得還蠻開心的 雖然是說 因為我們 總是 不是 待在日本 長期待在那邊 所以我們有一些東西 也沒有辦法買很多 就是 還是我們常用的 這次有一些發現就是 在當地買的一些藥裝 其實 不一定要在藥裝店買 就是 如果你有Costco卡的話 在Costco裡面買 其實是比較划算 有一些 其實可以去參考一下 尤其是這種 像這種常用到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在裡面看看 好 這個 就是今天我們的分享 其實這次真的 這兩個相比是 滿滿意的 就是 品牌也不錯 然後 動量也 都還好 那其實 然後 它的蚊子又非常的滑順 它的蚊子 轉球非常滑順 牌子是 DELCY DELCY好像是法國牌子 不過我們一下 在網路上面的評價還不錯 因為它都是有實習性的 所以就是 這個檔期也有 下個檔期不一定有 所以 所以運氣還不錯 買到 我覺得買到算賺到 對 這個大箱的好處 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 它中間還可以再伸展 拉開以後 它的 融機的彈性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是 這個箱子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 基本上 還滿滿意的 下次有機會 如果 去日本的話 也可以去搜尋看看 對我們來講 橙色上面 是滿熟悉的 但是品牌上面 他們因為 Local的商品比較多 然後 當地的一些 東西跟台灣買的 也會有一些差異性 蠻有趣的 如果台灣的Costco 就逛的有點 便反的話 到那邊去 其實是還不錯的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邊 喜歡阿雄的影片 記得幫阿雄 按讚 分享 訂閱 然後再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才不會錯過阿雄 接下來的影片 OK 那就這樣子啦 掰掰 掰掰